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他突然看见旁边的有家爱妻屋 于是便走了进去 老板很热情的给他介绍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妻子 但伴泽一直心直确确 这时老板推出来一个展示柜 里面的机器人竟然和伴泽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他立马买下了这个机器人带回了家 激活他后给他取了妻子的名字顺子 顺子十分贤惠 立马就要给他做饭 还会询问他的意见 伴泽觉得十分舒心 当他去上班时 上次告诉他客户又选择与他们合作 因此伴泽不用背黑锅 情人成功后 伴泽给顺子带回了礼物 两人十分和谐 他觉得自己找回了和妻子谈恋爱时的感觉 但伴泽的工作还是越来越忙 常常不在家吃饭 当他加班时 想起了妻子在世 因为自己的疏忽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出于愧疚 他答应顺子回来吃饭 可到了晚上 顺子守着一桌子菜 伴泽却还是在为了工作讨好客户 顺子一气之下 倒掉了所有的饭菜 伴泽最熏熏的回家 看到了不开心的顺子 突然他像妻子一样倒在了地上 伴泽惊恐的将顺子送回了爱奇物 老板告诉他 顺子只是没电了 不过他的充电方式十分特别 不是插上电线 而是一直盯着他就能充上电 随后他带着顺子坐车回家 却接到了客户的电话 原来昨晚伴泽大人一早就给客户送文件 但他却忘了 回家后 伴泽收到了红丝的解雇信 他只好待业在家 可顺子还是一动不动 他也终于明白了 妻子一个人在家有多孤独 几个月过去 顺子仍旧没有恢复 他突然发现了顺子长了白头发 于是帮他一根根拔掉 一天 伴泽突然感觉到有人给他盖被子 醒来发现顺子已经重启 他告诉伴泽自己的死不是他的错 让他忘记愧疚 重新开始新生活 他也承认自己就是伴泽的妻子 不想再一次失去爱人 他极力的挽留 这时妻子的牌位突然动了一下 当伴泽再次转过头 发现顺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突然伴泽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他是在车站睡着了 路边的爱气屋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时他发现自己的袖口有一根白发 白发随风飘走 他也终于能够放下 开始重新生活 人这一生很短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